大家好,我是陳車,歡迎回到另一個頻道 上次Feature War 失敗的影片之後 我答應了大家會做油漆 不過油漆是一個很大的主題 我未必可以一集講完 今次我會用顏色開始 我會講一下室內設計的灰色時代 為何它會結束 之前風魔一時,但為何大家逐漸逐漸棄它 究竟我們之後會發展到甚麼顏色 如果你在家剛好有很多灰色的東西 你又想更新一下 因為你不是說裝修是裝修 因為普通的香港人一生人 不是有很多次裝修的機會 如果你用灰色的東西的話 今集我們就試一下可不可以更新 事不有此,事不宜遲 事不宜遲 灰色之前為何會這麼流行 但在現在的室內設計 會覺得灰色不太好的評價 有些人會覺得它厭倦,甚至討厭 包括我自己,我自己的家 灰色地毯都頂不住 我要用一個綠色的顏色蓋著它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它很冷漠,很冰凍 沒有一個很和亂的家居感覺 現在看回頭的確是 但我要說一下灰色的好處 我覺得比較冷色調的灰色 它比較精緻 比較精緻 很時尚,很高尾 我想很多人都喜歡這個特點 當時才會選擇灰色的內容 不過可能都是因為它比較冷漠 比較冰冷 有些公共空間 好像畫廊的感覺 這也是大家避開它的原因 不過我覺得冰冷冷淡 都是它走紅的原因之一 特別是2010到2015這段時間 我們很流行 Chic sophisticated 的室內設計 加上又很流行簡約的北歐風格 當年真的很多Interior Design 都是就這個風格 很受歡迎 而且灰色很白搭 特別是淡淡的灰色 或者帶藍、銀藍色的灰色 都是大家當時的首選 因為冰冷的簡約風 在當時大行其道 每個人都追捧 所以灰色就成為了當時的中性顏色首選 不過我想強調的是 灰色實際上只是中性的顏色 我現在解釋灰色為何是中性的顏色 我會用色環去說 灰色的應該怎樣定位 不用怕 兩分鐘 很快就過了 Stay with me 我開台的時候 用了十分鐘去講解色彩學 我會放在... Somewhere 這裡 這裡 對了 這次我用兩分鐘去講 大家賺了八分鐘 我想大家想起灰色的時候 會很直接地想 黑色加白色就是灰色 但是在設計的角度裡面 灰色其實是可以跟其他顏色混合的 如果你將Primary Color 原色加白色 你就會得到粉色 就是Tint 但是如果你不停加白 你就會得到一個Off White 視乎它原本的顏色 這隻Tint 都會帶有紅、黃、綠的不同的底色在裡面 同樣道理 如果原色加黑色 你就會得到一個比較深層 就是Shade 它會令顏色變得深層、豐富 最後 如果將原色加灰色下去 它會令到飽和度變低 即是Tone 其實簡單說Tone 就是將不同比例的黑色和白色混合在一起 加到原色裡 知道了顏色其實加入黑白灰之後 其實只是在玩黑白灰的不同比例 你就會打開了色環裡面全部的可能性 你還可以選擇很多顏色 所以為什麼我說灰色是中性的顏色 因為每隻灰色都會有一個底色在下面 灰色不只是黑色混合白色那麼簡單 灰色都可以混合不同的顏色 譬如這隻Natural Slade 它本身是灰色 但是你會看到有藍色底色的底色在下面 我想大部分人想起灰色都會想起這隻 而這隻灰色都在前幾年很流行 我會用Tone Loxe油漆的顏色去做參考 不過這條影片是沒有贊助的 我急需要贊助 我的工作連結在這裡 謝謝各位 大家用名稱去分辨油漆會比較容易 如果比較Elephant Grey的話 它也是灰色 但是會增加了一些綠色 它的底色會帶點紫色、紅色在下面 會溫暖一點 解讀上它也是灰色 如果你油漆上去 我們也會形容它為灰色 但是配合在一起感覺就很不同了 又或者抹茶灰 情況差不多 不過它的底色會帶點綠色 又或者Grey Top 它也有黃色、啡色的Undertone 你可以看到這些顏色 其實都是在灰色的Umbrella界線下 不過會根據不同的底色 會有非常不同的解讀 當然你可以加黑色 令到這些顏色更深層 得到深灰色 又或者加大量的白色 提亮它 令到變成淡淡的灰色 可以爭論成為一種 米白色 雖然我講了這麼久 但我想說的就是灰色實際上比我們想像中更複雜 它不是一種過時的顏色 它在室內設計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想以前很流行的灰色風格 去到現在大家覺得灰蠻蠻很悶 是因為它用了太多的藍色做底色 加上一些銀色、鏡面、閃亮亮的配色 早年真的很流行 但這幾年我想大家都轉了新的設計概念 接下來我們會講一下室內設計和家居布置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何我們會遠離灰色? 我們會轉移去哪個方向? 不過首先做一個Disclaimer 如果你很喜歡灰色 你家裡也全部都是灰色 你很喜歡我剛剛所展示的相片的話 家裡是灰色、地板是灰色 你喜歡這些設計的話 你真的不需要聽我說的 我是誰? 我只不過是YouTube上的一個無名小卒而已 大家都是在學習 沒有人逼你游過牆 拆過這些東西來做 沒有問題 不過你外出會看到店舖會轉了一些顯示器 你在IG、媒體的作品示範 都會轉移到一個新的方向 你就知道他們為了迎合新的潮流有所改變 而你又想緊貼潮流一些東西的話 我就會提供一些方法給大家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走向一個新的方向? 簡單來說就是COVID 早幾年前 大家在家的時間久了 室內設計就慢慢照 走向另一個方向 那些冰冷的灰色裝置 就漸漸被米白色、奶油色所取代 因為大家都想要一個更加溫暖舒適的家 沒有人想要在一個冰冷的家 米白色、奶油色都是很有趣的顏色 因為它與木材和其他天然物料相似 它亦算是一個中性的顏色 亦可以與不同的顏色組合得很好 但實際上它是under啡色的類別 如果準確說它是淡淡的啡色 放在色環上它是屬於橙色的類別 屬於暖色系 不過設計就是這樣 像中擺一樣拼來拼去 之前我們試過極簡的北歐風 現在我們又拼去一個比較豐富的 Art Deco Post-Modern 放在油漆一樣 冷灰色雖然很冷 但它給人感覺精緻、很時尚 但沒有家、沒有家的感覺 所以我們才會轉為米白色、奶油色 仍然是中性的顏色 但感覺友好、給人家的感覺 家裏會比較溫暖 90年代也流行過一次奶油色的家 當時牆身以白色或米白色為主 其實當時只是作為背景 奶油色、啡色就變成一些Soft Deco 在傢俬上出現 甚至是木製品的裝飾 當然木是永恆的物料 我說90年代其實當時比較益厚的啡色裝修 一切都感覺很單調 今次的啡色回歸我們就不會走這個方向了 取而代之就會是一些淺色的啡色 奶油色、牛奶色、朱古力色 玩一下他們的Tint Tone Shade 會輕鬆一點的 玩一些不同的啡色撞在一起 我想這個才是至關重要的 令到米色的空間更加精緻 因為純白色的空間無可否認是比較沉悶 亦都很容易會過時 在白色奶油色的框架底下 我們可以試試玩一下不同的質地或質地 令到空間變得有趣 保持新鮮感 當然你不會豐富到像Art Deco 這裏又是那裏又是或是Postmodern 很潛衛的設計 只要保持家中性的顏色範疇裏 我想你就會令到家裏更加和諧溫馨 我想這也是大部份人追求家裏的感覺 好了 我們現在就說一下 如果你家裏本身有很多灰色的Fixure 你怎樣才能跟上這個暖色系的潮流 當然我不會叫你重新裝修過一次 亦都不是每個負擔得起裝修 而且我們說的是硬件Fixure 牆、磁磚、地板這些 不是說換就換 你亦都不可能聽過Youtuber茂里說 叫你換了它就算 如果你本身家裏有這些冷灰色的硬件 你又想令到家裏更加溫暖的話 我會盡量用這些硬件固定的元素 玩它的對比度 用一些暖色的木材 奶油色、啡色的傢俬 窗簾、沙發、茶几、割機、毛尖 這些全部的軟裝都是令到家裏變得溫暖的好處 這些軟裝、箭頭、傢俬很靈活 可以很輕鬆地令到家裏變得更加溫暖 很有人性 好像Japan D 我覺得它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玩暖色和冷色的對比 你會看到水泥的地板 然後上面放了一張木材機 看起來很漂亮 因為它實際上是擁抱冷暖的對比 而且感覺很忠性 有足夠的質感對比 令整個設定更新鮮和有趣 其他建議就是用藤的製品 藤籃、羊毛煎 用一些很漂亮、很自然、原色、很溫暖的傢俬 又或者木材的砧板石具 放在你原本灰色的麻石桌面上都可以 所以要考慮的是 你要將原本固定的硬件 它們本身是冰冷的灰色 就要嘗試用軟裝令它們變得更加溫暖 特別是一些自然的材質 它都會有效地令到家裡變得更加人性化 又或者可以考慮地毯 放一張地毯在冰冷的地板上 無論是羊毛地毯 或者原色的珠和麻地毯都好 都可以有效地改善視覺溫度 它們佔的面積很大 所以佔大部分的視覺空間 頓時你會覺得整個感覺亂了 因為它遮蓋了很多灰色 還有更便捷的方法就是換一換燈泡的顏色 因為天亮、白光燈、白光燈 這些打到長身灰色的傢俬 會令它更加冰冷 換一換溫暖色溫的燈泡 即時可以令到家裡變得更加柔和 灰色會顯得變成米白色 這樣就可以溫暖家裡 感覺會舒服一點 另外還可以玩一下顏色 不一定追求奶油色、啡色這個方向 雖然這是這段影片的主題 但如果你想的話 你可以添加一些顏色 考慮多一些暖色 譬如橙色、黃色、紅色、紫色 都是暖色範疇 去和暖空間 令到感覺更加舒適和有趣 這也是過去幾年潮主的新方向 而且我不覺得這個新趨勢會停止 至少我看不到未來十年會停止 以上就是我今天所說的tips 如果你家本身是冷灰色 又想更加緊貼潮流 貼近奶油式的家居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嘗試用多些木材 不同的軟裝和texture 令到冷灰色變得更加有趣 更加舒適 即使你未可以和家裡灰色說再見 而且我不覺得你應該拆掉所有東西 重新再來 因為我覺得灰色沒問題 我們只要找方法令到它變得更加舒適 變得更加適合大部分生活 就是這麼簡單 這段影片就說到這裡 下段影片見 拜拜